八宝水灾 高雄县的桃园乡受创严重 南横公路17座桥梁全部中断 8个村落也全部成为孤岛 而地理位置与桃园乡相对的纳玛乡乡 灾情同样也是很严重 当中的民族村惨遭土石流吞没 有20多位的村民不幸林代 400多位村民失去家园 风灾过后半年了 在水电道路陆续抢通之后 山区的民众也已经从安置中心返回家园 虽然已经失去了美丽的山河 居民很心疼 但是面对未来的天灾 这些民众也承担了一份保护大地的使命感 小货车在的不只是行李 还有全家人的小声 来回家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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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家里了 从山下回到山上抽成两个多小时 但能重返家园这一刻等了将近半年 大力士哦 哇你好厉害哦 你也在帮忙啊 回到家赶紧将行李音音归位 而巴巴当时的记忆同声有限 我们从六号七号就没有水没有的一直到十四号那一天 才知道说我们这边全部都很严重 所以那十几天你们都在这个房子里 对我们都在这个房子里面 因为我们这边都断它什么路都不能连到隔壁都没有办法 这里是桃园乡高中村 巴巴封在半年内 水电道路陆续抢通 政府也平定为安全区域 不过面对满目创意的山河 对居民来说 真正的家早就变了一样 我们主人在这边后 就是每一天都要去看 轮流班 因为里面很多鱼 结果你看看 现在看到这个画面 连一灯一滴水都没有 沿着高中村往乡里前进 走的是河床变道 沿途两旁黄色封锁线外的 是施工机具忙着整理河床 而渡水丘就住在受创严重的清河村 一直想回家嘛 大概到宝来就开始走路 一直走进来 那后来是有车子 那现在又恢复到以前的道路 回家了 感觉是踏实 而在平地生活的几个月 渡水丘说 是上了人生最宝贵的一刻 既然忘掉 对忘掉 然后把那个美丽的记起来 就是在外面看到 大爱那个慈悸的 或者是很多慈善机构的 来安慰我们的时候 要把那个记起来 把那个记起来 可能对我们的健康很有帮助 莫拉克台风重创纳马下乡 半年过去了我们重返民族村的现场 来到这里我们看到 每一栋房屋都被土石流冲刷的面目全非 而目前整个街道看过去 整个城镇是一片冷清 宛如一座废城 一场巴巴 短短几分钟 二十多位村民死亡 现在民族村三分之二居民已经搬到平地 而大虎是三年前 大爱台来到纳马下乡 采访的当地环境保护志工 现在人依旧 但景色全非 那边先垮下来对不对 把南紫仙溪的河流拦住了 然后这边是8月9号下午4点垮的 所以整个三明乡的沙石 包括从上面的三个沙石 都没有办法往下流嘛 所以通通是堆积在小林以上的这个地方 半年过去 眼前的纳马下乡 似乎还停留在灾难发生那一刻 小舍 房舍 三分之二都还在黄土下 山外走位变得光秃 土石流将河床垫高十几层楼 站在阿里山眺望整个纳马下 往日的美丽山河 现在只能在记忆中回味 越玉淫水它最主要是破坏这个山的地下水纹 那它是整个破坏掉了以后 它是不是这几年我们所观察的 从甲山上来你知道是变得 反正山的比较陡峭的地方 都是在那边垮 山的水干掉的话 是不是从陡峭的地方会先开始垮 半年山河要恢复何等容易 但半年里的每分每秒 原住民族告诉自己要坚强走过 更希望每条生命的心声 唤醒的是大众能更珍惜与尊重山河大地 戴新文化佣名陈立伟综合报道